大家好 我是雷萌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關於蘋果公司的故事 因為其實蘋果公司在昨天的時候 做了一個全世界 大家都很矚目的一個事情 他們在線上進行的一個產品發表會 就是WWDC的2020 那時候都有熬夜一起在看 凌晨1點的時候 可是我們今天沒有講太多 WWDC的事情 因為我們發現說 台灣有很多Youtuber 可是好像沒有人什麼在講蘋果的故事 那我覺得說 我昨天看完那個WWDC 我從頭又回去研究一下蘋果的故事 所以我們真的很精彩 而且很值得一直在回味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蘋果的這個故事吧 我們在歷史上有三顆最重要的蘋果 除了剛剛講到的 我們今天要講的蘋果公司 還有兩顆 你知道哪兩顆嗎 牛頓的蘋果 對 牛頓是其中佔你一顆 另外一顆呢 好 你可能不知道 另外一顆可能是什麼 白雪公主那個毒蘋果 不是 那個只有對小孩子是很重要的 第一顆是什麼 第一顆是伊甸園夏娃偷吃的那個禁果 那顆是蘋果 又要帶來人性的啟蒙 第二顆就是你剛剛講到的 牛頓頭上的那顆蘋果 又要帶來科學的啟蒙 然後最後一顆呢 就是我們手上的這一顆蘋果 OK嗎 蘋果手機 又要帶來科技的創意跟可能性 但是這三顆蘋果總結下來看 其實只有最後一顆比較靠譜 因為前兩顆都是虛構的 你知道其實牛頓那顆蘋果是假的嗎 是假的 對 因為牛頓發現萬有引力這件事情 並不是透過蘋果發現 那個地心引力的那個蘋果 對啊 他發現萬有引力就是地心引力 大家俗稱地心引力嘛 這件事情是因為他觀察行星運動歸納出來 他並不是一個蘋果症砸在頭上 這件事情是因為幫牛頓寫傳記的作者 叫威廉史多克利 他真的很會寫故事 他寫故事都讓世界廣為流傳 甚至讓牛頓的母校 都幫他做了一個蘋果樹給大家拍照 這個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嗎 他是一個故事 所以今天的主角賈伯斯 也是因為特別會講故事的 講到怎麼樣 然後我們今天要拍一支影片替他講話 因為他的故事就真的很有影響力 讓全世界都很崇拜他 而且他也真的很厲害啦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一個故事來講一下 到底賈伯斯是怎麼樣的人 他怎麼樣造成的蘋果公司 蘋果公司可以到現在 都還不斷地持續地成功 好 在講蘋果公司之前啊 我們剛剛因為講到蘋果嘛 那我可以問你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蘋果公司的LOGO啊 是一個被咬一口的蘋果嗎 因為有人吃過 誰吃過 他想成為一個吃過的樣子 目的是因為他不想讓蘋果公司的LOGO 長得像櫻桃 因為賈伯斯說 如果是一個蘋果是沒有被吃過 就很像櫻桃 如果是被咬一口的話 大家就知道它是Apple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講一下這個 蘋果公司40年來的故事 蘋果公司現在是一個 全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科技公司之一喔 它在前陣子的時候 還突破了1兆美元的市值 1兆有多少個億 100億 1兆有1萬個億 1萬個億 對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遠 這個遠代表什麼意思 也就是 其實你可以把台灣所有上市櫃公司 什麼台積電 聯發科 全部加起來 不好意思 都沒有1兆美元 所以蘋果公司 一家公司的市值 等於超過台灣所有上市櫃公司的總 一間公司可以買我們整個台灣 大概是這個意思 很誇張吧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解構一下這個蘋果公司 蘋果公司其實是賈伯斯 跟他的朋友在他父母的車庫裡面創辦 然後就真的成功了 開始變成百萬富翁 就他少年得志嘛 這怎麼樣 大不利 所以他開始驕傲 然後開始變成致富 開始不相信他人 想要控制他人 都往他的方向走 結果他之後被蘋果公司趕出去了 被他創辦的公司的董事會給趕出去 這大家好像都知道 他之後創辦了一個電腦公司叫Nex 甚至他也收購了我們很喜歡 甚至我們都聽過的 動畫的工作室叫皮克斯 無意間也創造出一個動畫公司的巨頭 可是在之後 因為蘋果開始迷開賈伯斯後 開始不斷的市值往下掉 業務縮水 瀕臨破產 雖然不得不把賈伯斯請回來 重新擔任CEO 然後賈伯斯真的利用了14年的時間 讓這個瀕臨破產的蘋果公司 開始變成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升值了700倍 好厲害喔 對 然後蘋果公司現在大家都知道嘛 不只做了電腦 做了手機 做了各式各樣的應用 有音樂 有出版 有娛樂 還有做Apple TV 電視 還有手遊 所以基本上已經佔據了所有的生活圈 我們生活上基本上很難離開蘋果 吃東西 水果也蠻需要的 好 An Apple A Day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 來自於它最著名的那本傳記 也就是賈伯斯傳 還有另外一本叫Becoming Jobs 這其實是另外一本書 那我們今天可能會多少引用它的一些事情 然後兩本書的最大的差異就是 賈伯斯傳把賈伯斯形容成為一個 自私自利的混蛋天才 第二本書叫Becoming Jobs 這不是它授權的 因為它唯一授權的只有賈伯斯傳這本書 我們等一下講一下它的作者 為什麼它還唯一授權 它是把賈伯斯形塑成一個多愁善稿 複雜的人性 它認為它並不是一個混蛋的天才 它也是富含人性 它只是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兩本都是它的傳 描述不同個性的賈伯斯 對…就是它一個多面性 所以我覺得兩本書都可以看 你可以更瞭解賈伯斯的一個多面相 講完這件事情賈伯斯之後 我們一定要講一下現在嘛 現在蘋果公司的CEO是庫克 所以它就是屬於的後賈伯斯時代 現在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有個人物其實大家都不太知道 可是我覺得它特別特別的重要 它被稱為叫小賈伯斯 小賈伯斯 對 因為它的個性跟賈伯斯很像 而且它真的是跟賈伯斯 當年從NEX公司一起被收工進來 它不只製造了iOS 就是蘋果的iPhone的系統 還有Mac的系統 還有Siri 還有蘋果地圖 夠狂了吧 基本上所有我們現在用的神級的應用 基本上都是它製造的 那它在哪裡 它現在被飛行公司FIRE掉了 它也被FIRE掉了 它沒有也被喔 它是跟賈伯斯一起進去的 它跟賈伯斯一起把蘋果公司變成很輝煌 所以賈伯斯去世之後 庫克變CEO嘛 庫克的把它FIRE 這個故事我們等一下再講好不好 我們先回來講賈伯斯 這是現在最近發生的事情 就是賈伯斯死掉之後的事情 我們稱為後賈伯斯時代 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 那我先回來講賈伯斯傳好了 賈伯斯傳其實是一個 賈伯斯唯一授權給一個叫 艾薩克森的作家寫 然後這個艾薩克森其實大有來頭 他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作家 甚至他曾經認過CNN的董事長 他幫很多世界上知名的人物寫過傳記 包含了什麼富蘭克林 富蘭克林是誰 富蘭克林就是那個 每金100塊的上面那個人 每金100元是最大幣值的人 第二個就是幫艾伊斯坦 還有幫達文西 這非常厲害的人 然後當時其實是因為賈伯斯 患了癌症嘛 結果他被診斷出來有癌症 然後去找了這個艾薩克森 把他寫傳記 一開始艾薩克森還不要幫他寫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要擠進這個明天堂 他當時可能一開始還沒有很喜歡賈伯斯吧 或是也不知道他的影響力這樣 可是他出來是幫他寫 因為賈伯斯給他一個非常酷的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說你不只可以採訪我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甚至我工作夥伴 還有我的敵人 你就可以去了解 然後透過不同面向 去把我的故事寫出來 更重要的甜點是什麼 賈伯斯說他完全不會去修改 他說寫的內容 這個對於一個作家來說 是一個無比的榮耀 如果你幫一個人寫書 你最討厭就是我寫完之後就說 這個地方 你幫我寫得太惡毒了 可以幫我寫得好一點 但你是作家你會很生氣 如果忠於援助我 忠於你去看我 怎麼看我這樣 這本書出這個專輯的原因 其實賈伯斯自己有講 他說他不想要讓他之後的孩子了解他 是透過很多人去寫他的故事 他只想要透過一個人 然後去了解他全部的全貌 那他寫的故事 這本書就真的是講我 就像我們之前講過的嘛 就是不要透過別人的嘴巴 去認識一個人 如果你要認識一個人 真的透過他本人 用多面向的去了解這個人 不要只用單一面向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賈伯斯 就和他自己一個人的風格這樣 然後這本書的出版 是在賈伯斯去世之後 兩個禮拜之後就出版 所以剛好這本書就跟著賈伯斯的去世 成為2011年全球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他已經知道他活不久了 他知道他活不久 所以他還早要寫傳記啊 這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剛好這本書完成度差不多 然後他去世了嘛 但完成度差不多 那趕快周圍然後趕快印出去了 這才可以讓大家知道 這個去世的人 是對這個世界有多麼大的影響 跟多麼的重要 那其實這本書對賈伯斯的影響 剛剛講到了 就是一個自負的自大狂 很聰明 很天才 但是很討厭 對吧 一開始 你也很像 好 這本書我們拉回來講 然後這本書大家對他影響 就是一個不太好相處的人 什麼喜怒無常啊 狂傲不羈啊 待人苛刻啊 不擇手段啊等等的 大學沒必義 還愛惜迷幻藥等等 就是賈伯斯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他後期其實對於東方長學的影響很深 你知道他後面是時速的 真的喔 對 他以前是非常狂放不羈的 然後他之後時速 因為他大學中間的時候 他載學 然後去印度 怎麼樣 去獲得他的精神奇蒙 就跟我一樣 我當大學去印度嘛 人生自己的自宿旅行 或是到了其他國家是去印度 可是我沒有現在那麼厲害啦 或有什麼精神奇蒙 然後變成一個神仙這樣 對不對 我沒有 然後他當時說他回來之後 他大概七個月喔 我大概兩個月嘛 他大概七個月之後回到美國 他說他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瘋狂 跟理性思維的局限 那他從什麼東西去突破這件事情 他說他在印度裡面 尋找到一種經驗性的直覺 或是一種智慧 所以他其實在發展會裡面 很喜歡用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就是一個人 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 右邊是科技 左邊是人文 他說我們人每次都在這個方面 去做抉擇 去做矛盾 到底要科技發展多一點 還是人文發展多一點 可是好像都會怎麼樣 會取捨 他蘋果公司幹嘛 我就要做一件 世界上大家做不到的事情 我融合來走 就他想要劈腿來 你知道嗎 很討厭 就是這樣邊劈腿走這樣 他就說我要擁抱科技 可是我要做好人文 他就很喜歡講故事 他就說蘋果公司就可以這樣 改變世界 我邊擁抱科技 邊改變人文 我幹嘛 然後他真的也是信奉這樣的價值 真的產生出一些很好的產品 很好的服務 很好的價值觀 可是我先講一點 他可能聽到這邊覺得 假公司真的是太神話 好像什麼都會 可是其實假公司他並不是一個工程師 他不會寫程式 不會寫code 而且他也不懂一個產品怎麼製造出來 那到底厲害在哪裡 說故事 對 就假公司最厲害的就是那張嘴 好不好 假公司最厲害就是 他有很厲害的創意能力 跟他的說服能力 甚至他可以預見 未來怎麼改變之後 會影響到我們人類 這個說服能力 我們等一下會直接講到 而且這本書面 他有花一個章節來講這件事情 我們待會兒再說 先問一個問題 剛剛講到嘛 假公司並不是一個會 程式設計也不會製造產品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發明家 很多人會覺得說 假公司好像是一個現代版的愛迪森 大吉不是 因為他並沒有本人發明一些什麼事情 電腦不是他發明 音樂播放器是新加坡先發明 也不是他先發明 手機也不是他先發明 那他做了什麼事情 就蘋果在發表會的時候 很喜歡用英文單字 他就說re-event 我重新發明 OK嗎 他不能講它event 因為這不是他發明 是我重新發明的這件事情 所以假公司真正厲害的那個 可以講天賦 是他去預見 預先知道的那個預見 預知道 預先看見 對 預先看見 所以他發現說 我們做一個科技產品 我們不只是做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科技的玩意兒 我們要做的是跟生活結合 所以他發現說 這個產品幹嘛 我們人生的生活真的需要它 怎麼去使用 可以讓它用最低門檻的方式去使用它 所以他通常都是把手機電腦 或是各式各樣的服務 我重新把它包裝 所以把它簡化優化更符合我們人性 然後去成為這種生活方式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講說 蘋果是一個高科技公司 是一個互聯網公司 好像都不太對 我自己認為蘋果是一個 提供數字產品生活方式的提供者 哇 這麼慘啊 對 對 對 就是它提供一個我們新的生活方式 然後去讓我們去向往 我們去使用這些科技 它會讓大家覺得說 科技是一些好玩的事情 讓我生活變得更快樂更好 你看廣告都是這樣子呈現 對 就一個人運用iPad 然後學習上就變得很快樂 可能平常看書很難過 用手機可以怎樣 可以直接跟遠方的爸爸媽媽聯繫啊 去控制家裡的事情 我就覺得它是 拍攝出來的畫面都是很生活感 他當然知道說 你使用了蘋果之後 你的生活就變得很便捷 跟世界connect起來 然後讓你可以更了解人性啊 過得更快樂 等等 他就喜歡去打造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回頭講小博士的成長過程好了 因為這本書一開始的 花了很大篇幅在講它的成長過程 因為作者認為它的成長過程是造就他個性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真的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 賈伯斯其實是被領養的 真的喔 對… 他的成長是他養父養母帶大的 所以這個賈伯斯三個字 也是他的姓 並不是他生父給他的 所以他的養父姓賈伯斯 所以我們叫他老賈伯斯好了 老賈伯斯 賈伯斯出生在1955年 他的生父跟生母生下他的時候還沒有結婚 所以他必須要找人領養賈伯斯 賈伯斯就被一對老賈伯斯夫婦給領養 而這個夫婦其實很特別 就是一個是高中載學的機械工程師 一個是書記官 你發現什麼 一個是工程師 一個是人文 真的啦 就這樣融合在一起 然後他們這個賈伯斯夫婦其實很好 因為他們學歷不高 但是他們很盡責做好父母的角色 他們可以把最好的教育或照顧都給賈伯斯 賈伯斯在這個成長過程裡面 有一個故事我覺得印象滿深刻的 他說他很早就知道自己被領養 雖然有一天他七歲的時候 他跟他們家對面的一個鄰居一個小女孩 講到他其實是被領養的這件事情 然後小女孩就問他 他說這就代表著你父母是不是不要你 就是這個小女孩有點白目啊 你知道嗎 就是小孩整個人會白目講出一些話 然後說他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就被閃電擊中一樣 就很崩潰 就一定會很難過 對啊 小孩就說 其實我是被原本的爸爸不要 所以跑這個家庭 然後就跑回去跟他的養父養母講 講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養父養母就是真的非常慈悲為懷 也不能講慈悲 就是人很好 就是很有智慧 他就講說不是他們不要你 所以我們選擇了你 We choose you 的那種感覺 那賈伯斯就因為這件事情 好溫暖喔 對… 所以這個童年被遺棄的事情 其實這個作者認為說 這是造成賈伯斯個性的一個最大的因素 但是賈伯斯自己本人其實沒有承認過這一點 因為他其實可以看到嘛 他養父養母其實對他有很多的愛 所以他其實堅持自己說 他從未感覺被遺棄過 反正是他的父母一直讓他覺得他很特別 可是作者就覺得說沒有 他就是被遺棄過 所以他才知道他現在可能有控制於追求完美 我們就是作者認為 因為他沒有去改這本書嘛 賈伯斯在之後採訪之後就說 你曾經是覺得你被遺棄過嗎 他說我沒有覺得我被遺棄過 我的父母讓我覺得我特別 可是作者就說沒有 他就是被遺棄過 所以他才會這樣子有控制於 作者這樣也應該對 沒有啊 一本書版就是有他的個人觀點寫出來的 其實其實作者可以就很像4.1的那種 就決定論 過去做的事情影響了你現在 對…你過去的事情會決定了你未來會成立什麼樣的人嘛 那其實賈伯斯自己相信比較像阿德勒心理學 就是阿德勒的觀點就是目的論 他說我不管過去給我怎麼樣的事情 但是我未來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自己的選擇我自己的目的 對吧 所以其實兩個人不同門派 不能說誰錯也誰錯 這就是兩本書 對對對 這個之後我們再講好不好 之後再講 好 拉回來講 就是賈伯斯這種完美主義 其實不一定是一般遺棄 我覺得更大成部分是跟他的養父 老賈伯斯有關 老賈伯斯是一個機械工程師嘛 對 他們有一天在家裡面刷那個圍欄的時候啊 就刷漆 然後賈伯斯在外面的圍欄的漆刷得很漂亮 刷完之後他其實裡面也沒什麼在意 他就結束了 就他爸爸看到就很大聲斥責他 也沒有斥責他跟他講說 其實你裡面的圍欄也要刷得很好 為什麼 就是一個別人看不到的地方 但你自己看得到 而且如果哪一天別人看到 他會發現你是一個非常細心 而且不會投工減料的人 就是會替你加分的有好意向 就覺得這件事情就造成賈伯斯 小時候覺得說 的確 當別人沒有看到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我也要把它做好 所以說不定他的什麼追求完美啊 不是因為他被遺棄 而是他爸媽給他的一個身教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會更有效 然後這個價值觀 這個追求完美 或者追求一些不會被人家看到的事情 也要做得好 他帶到他公司裡面 所以在他發明了蘋果電腦第二代的時候 他直接否決了電路板的設計 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覺得電路板不夠直 你們的線路不夠直 整個工程師都撩起來你知道嗎 天啊我們做那麼久 已經很直了 你不然想怎麼樣這樣 因為當時整個工程是整個傻眼這樣 或者是他開發iMac的時候 他為了去設計一個很完美的塑膠外殼 他帶了整個設計團隊 跑到一個工廠 一個做水果軟糖的工廠 去看一下他們怎麼把那個 半透明的色彩打造得更有活力 好酷喔 水果軟糖 所以他就覺得說 一個電腦最主要是什麼 是效能 不會是外觀 他就覺得說不行 我家在外觀上下功夫 裡面外面都要顧到 外觀跟內在都要顧到 所以他就是這件事情我覺得 應該是他爸的影響到他 我覺得是好的影響啦 雖然說可能當下真的會被團隊氣死 莫名其妙 我們要做的事情 這不是目的第一 他還是做的 對吧 好 我們講完他的成長背景 主要講一個更重要的 也是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的 他怎麼樣去說故事的這件事情 然後他說說故事這個能力 這個作者還有他身邊的同事 給他一個很特別的專有名詞 就專門形容賈伯斯 超誇張 他說他說故事的能力就像是一種 現實扭曲立場 現實扭曲立場 就是很像一種太空的感覺 一種立場 他說他有一種超能量的感覺 就會影響身邊的人開始產生一種現實的錯亂 就講一句話你就會完全被洗腦 對 被洗腦的感覺 所以好像洗腦電波 很像疼風的感覺 就是你靠近他就被洗腦 你的腦波被讀取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曾經跟賈伯斯一起工作的朋友 同事們 他們就說賈伯斯這種現實扭曲立場 給他們帶來了極大量的痛苦 然後他覺得他說 就是他太會感染人 然後我就被洗腦 就我明明就不用加班了 我要加班 而且我還心甘情願的加班 所以他基本上如果他放在現在 因為在一些社群網友 也批評到死 就是你這是個冠老闆 你就一直講說 年輕人就是要努力 99607是正確的 然後他就說加班了 有這種感覺 可是員工也被洗腦很開心 對 被洗腦很開心 因為外面看起來會說 裡面是一群神經病 就覺得說這是冠老闆 裡面就覺得很開心 就說開心今天不睡覺喝咖啡 對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在90年代的時候 他的蘋果在研發 剛剛講那個麥塔金電腦的時候 賈伯斯說 我要對開機的速度做優化 因為其實那個時候 電腦開機都開很慢 對 他想要讓它更好 他就這樣子跟工作人士講 跟他說我們現在開發的 已經非常非常優化 比市面上的電腦都還要快了 我們已經做到極限了 不要再逼我們 賈伯斯這個時候很聰明的 用他的現實扭曲立場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你們會在意人命嗎 人的生命 很在意 很在意嗎 他說如果能夠拯救生命 也有辦法去讓啟動的時間 再縮短10秒嘛 然後全部人都傻眼 就說關這個屁事 我做過電腦關了沒有什麼事情 他就走到白板前面 開始畫一個數字 寫這個算法 他說如果有500萬人在使用Mac 每個電腦的啟動時間 可以縮短10秒 我們就可以節省 一年有300萬個小時 那就是10條人的壽命 好會講故事喔 瞬間洗腦 對 變得很有殖命感 所以你一下就覺得說 天啊我做這個電腦 拯救世界啊 OK嗎 所以工程師開始怎麼樣 假扮日以繼夜做這件事情 跟瘋子一樣 這灌老闆 我還別人看就覺得是灌老闆 你別人覺得說這件事情就是怎麼樣 像宗教一樣 我要為這件事情打盛戰 很可怕的 然後之後你知道工程師 真的縮短多少嗎 15秒 居然縮短了28秒 他們很開心地說 我們拯救了28條人命 根本就沒有好不好 謝謝你 誇張三倍耶 對啊很誇張啊 所以就真的是可以透過一些故事 透過一些洗腦的方式去感染人 這有點不太對 可是就是賈伯斯的最主要的核心能力 然後其實在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賈伯斯也很會激勵人 他說他在麥塔金電腦設計完成之後 賈伯斯把所有團隊召集到一個房間 他說所有團隊來場非正式的簽名會 在什麼地方簽名 在麥塔金的電路板上簽名 這件事情很特別 因為其實沒有用戶會去把他的電路板拆開來看 所以他們做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自己做得開心 又不會被人家看到的事情 就是他們員工會覺得說 即便沒有員工會看到 但是還是獲得到一些成就感 一些很特別的激勵 所以這就是一個賈伯斯的現實扭曲立場 他給大家極大的痛苦 不斷地加班 多斷地製作 不斷地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公司 也在給他最好的激勵 有最大的勇氣跟責任 把一件事情做好 他會覺得說 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遠景 我們是在創造一個新的事實 大概是這樣 賈伯斯的現實扭曲立場 所以賈伯斯這種方式 其實就是現代人常常講的說故事的技巧 就是他會怎麼樣 他用這種高超的說故事的技巧 直接繞過了所謂的現實跟邏輯 然後喚起人人內心的真實感受 所以這種強大的影響力工具 或者是這個怎麼樣說故事 這個現實扭曲立場的能力 到底該怎麼樣講好一個故事呢 我們之後再拍一集影片跟大家說 這很老高耶 對啊 不管我們怎麼辦 我們就跟老高人學習啊 因為我們如果每一集影片全部都講 我靠 我們這支影片講到天亮還在講故事 不會很累 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我希望大家可以常常的來看我們 然後我們這邊講出一些有趣的小故事跟你分享 對 我們還是要先聚焦 我們先把蘋果跟賈伯斯先講好再說 好 好嗎 那我們再講到了就是 到底賈伯斯怎麼樣離開蘋果 然後之後回到蘋果 在1985年的時候 賈伯斯被蘋果掃地出門嘛 當時他30歲 然後那個時候為什麼他掃地出門 因為他那個時候開始 就認為他自己很成功嘛 少年得志 然後就會準備失敗好不好 所以他認為自己很厲害 所以他很自負 然後還有控制慾 只要沒有不符合他的事情 他就把他fire 誰不聽他的話 誰頂撞他我就被開除 所以蘋果公司的董事長覺得說 這個人太可怕了 這個CEO會整個公司垮掉 所以蘋果公司的董事會就把它提出去了 所以賈伯斯就從頂端摔了下來 他還學會去調整他的做人 跟為人處事的道理 他之後還是創辦了一間電腦公司叫NEX 但是其實表現沒有這麼好 不過因為蘋果換了很多CEO 換了三個 蘋果從原本賺錢 開始不斷開始虧錢 呈現衰退 直到要開始破產的時候 蘋果公司快受不了 他說我們好像還真的需要賈伯斯 可是我沒有那個拉下來 直接把他請回來很奇怪 所以我該怎麼做 把他的公司買下 對 很聰明 所以蘋果公司的董事會就把他公司買下來 用一個就說 我需要你們公司的作業 西場辦公司買下來 這根本就不需要 我要是你這個人回來 所以蘋果公司買下他的公司之後 賈伯斯回來當CEO 所以在1996年的時候 賈伯斯重回到他所創立的Apple公司 當年他41歲 然後賈伯斯就真的 也是剛一開始講的嘛 賈伯斯就真的拯救了 瀕臨破產危機的蘋果公司 他在2013年的時候推出了iTunes 就是我們常常聽音樂的iTunes Apple Music的iTunes 而且快速打下了70%的 美國合法音樂下載的市場 後來又推出了iPhone 開啟了智慧型手機的時代 這個大家都知道 之後呢 iPad也是他推出的喔 他也開啟了平板電腦的時代 基本上之前 在這個推出之前 沒有人用智慧型手機 沒有人用平板電腦 他都讓人家開始使用 為什麼 剛剛講過 他要做的不是推出一個新的科技產品 他要做的是打造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讓大家用低門檻的方式進入嘛 對不對 好厲害喔 全部那時候都是他設計的 這件事情就有趣了 是不是他設計我們等一下會講 就我覺得他基本上是出現 遇見那個動作 但是真的參與這過程中的設計 其實是另外一個小賈博士 我們等一下看後面可不可以 跟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博士到底是誰 小賈斯汀 小賈博士到底是誰這樣 好 我們先拉回來講 在1997年的時候 賈博士重返蘋果 96年後回到蘋果嘛 97年他拍一支廣告 有一次我常常在演講課程中 會提到那個廣告 這支廣告裡面有 甘地 馬丁杜德 愛因斯坦 約翰南龍 然後艾迪森等等 就是一些世界上的一些知名人物 然後這支影片叫做 Being Different 對不對 就是Crazy One 就是那些瘋狂的人 因為那些瘋狂 他用宇宙不同的眼光去看待這個世界 最終真的改變了這些世界 他當時回來第一年就拍這支廣告 這支影片之後我真的覺得 最最最最喜歡的 因為他說他自己並不是一個企業家而已 他覺得他是一個改變世界歷史的一個巨人 這一次我覺得很好 他就定位了整個蘋果的這個品牌的 整個企業的精神 就是我跟別人不太一樣 宇宙不同 我要Think Different 然後這支影片 他其實有含了一個小小的財單 在那個時代裡面 當時他的最大競爭對手 也就是IBM的一種電腦 他們的slogan叫Think 蘋果說我們的slogan叫Think Different 多一個字 對 我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你是Think對不對 你始終如一 我們Think Different 我們宇宙不同 很棒吧 一點小小的製造出差異 還默默的打人家一巴掌 蘋果真的奸詐 還是會說故事 就說故事嘛 所以讓他們公司的人覺得說 我們跟IBM不一樣 因為我們Different 很棒吧 好 我們今天拉回來到最後面了 也就是啊 其實蘋果一直在追求一件事情 他要推出的並不是科技產品 而是科技需要簡單 而且方便使用 讓大家成為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 所以如果要我來形容賈博士這個人 我會覺得他不只是一個產品家 很厲害的產品經理 很多人都講說他是一個很厲害的產品經理 我覺得他更像一個理想的夢想家 夢想家 對 是男兩個組合合成的 一個是他執著的創意者 再來就是一個天才的行銷者 他會把他新面的想法去洗腦大家 用他的現實扭曲立場 去跟著他一起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所以其實蘋果的產品啊 簡單到了一個六歲的小孩子 沒有碰過電腦都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你叫個六歲的小孩去用個電腦 可能都蠻難的 但是用iPad 用手機 他們可以立刻上網 他可以直接輸入 直接搜尋 我覺得超誇張 非常厲害 對 因為其實柚子還有兩個姐姐 兩個姐姐 各兩個小孩子 然後總共四個 然後他們在使用Apple的產品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們紀元會自己搜尋 我覺得超誇張 兩歲會按那個略過廣告 對 按略過廣告之後 他還會搜尋 然後說我要找浩克 對 你就知道說蘋果產品簡單到 連小孩子都可以直接使用 這其實是來自於賈伯斯對於完美的追求 甚至他一直在想說 一個人會怎麼樣去使用這個產品 他的生活方式是什麼 怎麼把這個科技產品融合到他的生活 所以就是蘋果提出來的那些科技產品 都不是他第一個提的 他們只把那些概念重新re-event 重新再使用 瞬間發現 不管是iPhone iPad 還是Apple Watch 都是別人有的 然後他們重新把這個價值重新提煉出來 然後讓人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我方便使用 而不是讓大家覺得說 這是一個科技 但是它是一個垃圾 對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覺得蘋果 帶給我們人類社會最大的價值 好 那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從賈伯斯身上學的東西 或從他身上學什麼 說故事的能力 這個可以學 我們剛剛講過了嗎 我們只有拍一集 拍一集來講這件事情 所以他怎麼做一個品牌logo 這個也可以學 滿特別 就是他讓大家有印象嘛 那其實賈伯斯的創意能力啊 我覺得他可能是與天俱來 我們很難學 就他那個遇見的能力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難學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學到那個 堅強的意志力跟執行力 其實他對於一件事情他會很執著 他覺得是對的話他會怎麼樣 勇往直前勇於索取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滿重要的 然後但是他目中無人 那種趾高氣氧的方式 可能也是我們要避免 但是我們就會知道說 他的故事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人無完人 沒有一個人是百分之百非常好的 真的 他一定有會一些可能讓大家不太舒服的 或是讓大家有點討厭的點 那沒有關係啊 這就是他人 他的個人就是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多面向 他有很好的一面 幫助社會很棒 但是他其實有很多很大的缺點 造成別人很痛苦 那怎麼樣 我們可以各取所需嘛 就是我們用到他好的那一面 我們避掉 或是我們想辦法去跟他不好的那一面 去相處 去包容 對 這是我們實際上可以學到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傳記裡面 不會覺得說這個是成功人士 他就全部都好棒棒 對吧 他就是有部分好棒棒 有部分怎麼樣 我們可以學會反省 所以講到多面向啊 我們就必須要去補充Becoming Jobs的這本書 然後講講在後甲博士 也就是庫克時代 這些很少人知道的一些蘋果的秘密 剛剛講過了嘛 就是他那個小後甲博士 他的名字其實叫史卡特 Scott 這個史卡特很特別 他曾經被甲博士救過一命 他當時患了一個絕症 所有的醫生都覺得救不了他了 之後是甲博士救了他 甲博士可以當醫生 我們救了他 這就是一個小故事 我們之後可以跟大家分享 而且他之後 為什麼等甲博士去世的時候 庫克把他開除了呢 這個也是我們之後講 因為我們如果現在講的話 真的講不完 好